俗话说有阳有个桃花园 桃园深处是花田 这里说的花田 是指有阳的花田香 花田香最大特色 就是何家园村的古寨跟提田 何家园古寨坐落在 昌浦大草原的何家园下方 它因为当地居民 大部分姓何而得名的 这座古寨一言而生 田以梯成行 名以耕为乐 当地人耕作的时候 最喜欢唱着特色名歌阿拉调 通常阿拉调都是在什么时候唱的 就是收歌 稻谷 摘秧 庆 随时辣个声都可以唱 随时都可以唱 它劳作的时候 劳作就可以唱 比如说拔个辣椒 扫个地都可以唱是吗 就是说你如果心情好 你随时都可以唱 那心情不好唱什么 心情不好 那时候他就没有心情唱 何家园村是著名的贡米之乡 这里有着传统的 稻种农耕文化 以及土家族的民俗文化 当地透过乡村振兴 让村庄变得更美 平时老百姓用的农具 然后在川美教授 他创意一下 就把那个 我们又有言话说的话 叫哈骨扒 哈骨扒 对 后面的那个叫烧鸡 然后就把它组合起来 弄成这个椅子 然后咱村上的老百姓的话 就是吃完饭后呀 或者说午休的时候 咱没事 咱就大家一起聊聊天 休息一下 主要是这个作用 为了展现乡土文化 跟民俗风情 何家园村出现 有阳自治县 第一个村使馆 介意推广深度的农文旅 这里呢 就是我们村的米 是皇帝吃过的 就是咱老百姓说 自个儿好不算好 然后当时从 我们从谈操就开始 给那个皇帝进贡米 然后总共这个村 进贡了32次 32次 对 32次 那这个米金的是 特别香 待会儿你们可以去赶快 这里就是何家园村的 那个梯田 因为你们上来的那个路 一直都在梯田上 然后但是看到的 比较局部 这里就是那个 从三月份左右 开始老百姓 离田的一个景象 这里就是冬天 因为冬天的话 这里海拔有一点高 800多左右 然后都会下雪 然后下雪过后 这个梯田就像一片 美丽的镜子 非常漂亮 这里成片的梯田 将近一万亩 孕育出可口的贡米 夏老师我就想问一下 为什么当时的皇帝 特别喜欢吃 和家园村的贡米呢 因为咱和家园村贡米 它在那个梯田的环境下 生存 观照条件比较好 然后咱的那个水质也比较好 水质好 以前的话 在皇帝的那个年代 可能没有相关的一些什么 科技化的可检测 但是咱现在检测过 就是我们的水质 就是所有的矿物质 它不超标的 就是水源好 光照条件好 以及咱的地形地势好 所以说那个米 它产出来的 吃起来好 做收割后 就是香蓬蓬的 木鸡鸡的 每年三到九月份 是花田香景色 最美的季节 这趟行程 水道已经收割完毕 虽然没能看到美景 但是少不了贡米的香味 这就是贡米对不对 对 真的很香 就是我从来没有闻过 那么香的米 小心点 烫水哦 你看 这真的是龙加热 太美了 太香 我跟大家观众讲一下 就是它根本不用 配任何的酱油 就单单吃就很好吃 而且它后面的尾音 就是带一点甘甜的 就仿佛真的是吃出 我们的 河家沿村那个泉水 去滋养出来的稻米 太棒了 贡米还有特别的吃法呢 我们自己的当地话 叫做什么 油巴巴 很香 给你一罐 谢谢 小汉堡 它就是里面是 我们刚刚做的糯米的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搭配给它们的葱花 然后架出来是外酥 但是呢 内水有带你嚼劲的 慢慢嚼慢慢嚼慢慢嚼 越嚼越有故事的那一种 此时口齿之间 竟是贡米的香味 我们的海拔多高 海拔是900多 它不是像别的地方 那个水是浑的 我们这里是最轻的 轻的 轻的 不断不断都要换水就对了 对对对 但是泉水对不对 泉水 所以你自己有一块地 是在种这个 我有五六母 五六母也挺多的 对对对 我们这里卖十二个一块一斤 我们是有机肥杀的 有机 它这里一母只产六百多斤 一母产六百多斤 对对啊 你有五五母就是三千多斤 三千多斤 那也OK 因为是有机的 有机的它要 它所有的产量要低一点 低一点 我觉得值得 因为它值得拥有 河家园村正在进行一场 共赴乡村的试验 沈老师 我们现在已经经过了几个小弯道 来看到很多很多像是土家族 跟苗族的建筑 但是我发现你带我来一个地方 好像是要带我提提神是吗 对 咱们为什么要在这儿来呢 因为这里我们是乡村振兴 然后这里咖啡尼亚咖啡厅 是我们共赴乡村模式下的 其中一个业态 因为我们只保佑自己原生态的一些东西 可能是不能进步的 我们主要目的是要让老百姓 那个征收致富 共赴乡村嘛 因为乡村正新 所以说要把外面的东西引进来 引进来咱们学习的同时 老百姓也征收了 我已经闻到咖啡香 说着说了 沈老师 你有推荐我要喝这里的哪一种咖啡吗 推荐那个雨山前或者新天外 雨山前新天外是什么 它是那个 好 我们卖关子 我先喝 好的 新天外雨山前之出自星期级的诗词 雨山前 雨山前 对 它采用的是那个抹茶 牛奶 加奶盖 加奶盖 结合而成的 对 建成 对 夏天喝的话 就会给人一种眼前很清亮的一种感觉 然后搭配这个蛋糕 对 抹茶蛋糕拿一口 好吃好喝真的 那我们现在看看就是我们沈老师这杯是什么 这杯叫做新天外 也是我们卖的很好的一款果茶 它是用那个茉莉花肠跟一个葡萄的结合 对 那我们请沈老师喝看看 好的 这款是沈老师的最爱 沈老师常喝对不对 对 喝的最爱 心情不好好 是不是 就是当我们压力大了 累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来这种像咖啡厅啊 或是放松的地方 看看美景啊 聊聊天啊 然后再喝杯咖啡饮料 就感觉很放松 治愈 青天外雨山前 这是呼应着荷家园村的田园风光 在共富的目标之下 闲置的农户 污舍被活化利用 他们透过多元化 形塑出村庄的特色 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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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了